安靠龙 安靠龙 好久不见 是不是想我了 又到下场了 又是一年总选时 你们的肾 长好了吗 没有 去年我拿到了 35名的成绩 特别开心 特别感谢大家一年来对我的支持 大力配合积极鼓励 非常的棒 那么今年 我们不如拿个更好的成绩吧 第一怎么样 不错吧 我也觉得不错 那么就是这样吧 你眼瞎 撞我心口上了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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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手 其实你不接受 我的所有 像被爱的我 我 舒服了架锁 最初的感动 最初的感动 兑现的承诺 谁说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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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最初的感动 有些故事 开始就没错 这就是最初的画 有些故事 还有 美国 大家好 我是BJ4J 听闭的刘舒贤 万万没想到 今年会以这种形象 出现在大家面前拉票 但是 就是一黄鸟 一黄鸟一年过去了 又到了拉票的时候 就是 我 但是我今天打算 以一个特别严肃的形象 面对大家 省得大家老觉得我 就是狗仙门脸的 全凭一张嘴的 所以呢 但是其实我平时生活当中 真的不太爱说话 就是 其实我有点自闭 也不合群 然后 我都是在 让我自己 以一种比较积极的 这种形象面对大家 就是 你们别看我 平时在舞台上这么丧 其实 在私底下我更丧 然后 我现在面对大家的样子 都是我已经调整过积极性的 就是 你们不要不小心 这是真的 然后 其实 我今年不是特别紧张 因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 相比去年 还有 第一年拉票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紧张不得了 但是虽然我说我不紧张 但是在刚才 在刚才 就是 我说话那一刻 我还是特别紧张 然后 因为平时和我们的成员 私底下也会聊天什么的 大家都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进步 就对现在自己特别不满意 但是好像 说到改编的话又 又缺点什么东西 然后 这种进步啊 说的不是是总选名次上的 或者是站位上的体现 是说自己本身 然后或者能力上的这么一种提升 然后 我最近看了一档跨国合作 有很多漂亮美眉的选秀节目 大家知道吧 对 在这些漂亮美眉当中呢 有和我们团的模式体制 大致相同的一部分漂亮美眉 就是所谓的养成系 我想对吗 然后 就是说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练习呢 就出道 然后是由粉丝见证着 一步步成长的过程 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 还有 对 当然在这个养成系的 这一部分成员当中 步伐有 已经出道六七年的 这么一个成员 对吧 有一部分成员 然后还有那么一部分呢 就是在出道前 经历了很长时间 很大强度的训练 达到一定程度呢 才能被允许出道的 这么一部分 然后我在看的过程当中呢 我代入感特别强 虽然 就是虽然我们平时也不说 但其实我们特别羡慕这种 知道什么 选秀 真人秀节目的人气和热度 知道吧 就这种 这种就是 特别狂热的热度 这种 其实我们非常羡慕 然后所以我看的时候 一直在想 如果是我站在那儿 面对这么多漂亮妹妹和导师 我能表现成什么样子 然后我就一直 就是看了 时间当中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我在想 我能表现得比他们好吗 然后我的心就开始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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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那个就是过程当中呢 导师问了一句话 说你们是凭什么被选出来 然后出道就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当时场面特别安静 因为我又带入了 为什么当时场面这么安静呢 因为我按了暂停 然后我当时我就在那想 我出道两年了 两年多了 两年意味着什么呢 就我看过一个微博 说如果你本身的悟性还不错 然后加上刻苦认真的做一件事 或者学一个东西 基本上60个小时就会初见成效 180个小时就能做到 比大部分人都强 那么两年意味着什么呢 两万个小时 包括多少个180个小时 有很多练习了两年的练习生 他们的能力水平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他们在被允许出道的时候 他们的能力和水平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当时就想 我是凭什么被选中的 可能有人说体系不一样 文化不一样 就是所谓养成系的我 养成了两年 养成了什么 我的水平达到了 就是跟那些 要经历很长时间的训练 才被允许出道的人相比 我是跟他们比是怎么样的 我养成了怎么样 然后我就真的感觉 太慢了 就是感觉别人在做火箭 我在地上推轮椅 你知道吗 就真的 当时我汗都下来了 就是有一种被一嘴袜子抽醒了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成员 有时候也会想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我跟很多成员聊天的时候 大家都会对自己觉得 就是现状上的非常不满 不满意 觉得自己可能也已经出道这么久了 但是进步真的 太微乎其微了 就是这么久了 我都不是没想过这种问题 但是我这个人特别擅长逃避 就是 其实我大学 那会儿 为什么我跟我妈说我要考研 其实我根本考不上 但是我就跟我妈说我要考研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 就是面对社会 面对找工作 面对任何一切 就是我要独自面对的很多东西 就是正好进团了 然后所以我就想 那正好不用愁找工作的事了 然后进了团之后我还在逃避 我就觉得我遇到什么事我都喜欢逃避 然后我老跟我自己说 有什么事其实你别想就行了 就别想 别想这么多 然后我也经常 好多就是我们成员 也会想很多事情 然后我就跟他们 你别想不就行了吗 其实这就是在逃避啊 就被我劝过的那些成员 真的对不起了 就是我们就算不想 但是你想的这个问题 它也还是存在在那儿的 我们只是逃避了它而已 然后那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 我这两年都干嘛了 然后我又把视频打开了 有个成员说 我们比起把舞跳整起 可爱更重要 让粉丝们感到开心更重要 然后我就想 没错呀 是这个道理 然后当时弹幕飘过去了 一条 就哦 对 就是说 当时弹幕飘过去一条 说我们韩饭饭得也很开心 然后我就想 这个问题它就不成立了 我不知道这个节目 后期的走向是什么 反正那一刻我特别慌 我就想象了一下 如果是我站在那儿 就是面对这么多 漂亮妹妹和导师 那么一个情况 我真的是慌得不行 我们这两年来 没有什么 没有能力 而且没有什么进步 如果以我现在的样子 站在那儿 然后被别人说 哎 你实力不行 你唱跳不行 你就脸长得好看 你就是个花瓶 但是你们只能找各种借口 替我往外宅的时候 这种时候 你们真的是开心的吗 我觉得应该不 当自己的偶像 被别人说 什么都不行 就脸长得好看 我觉得如果是我 犯的偶像 我不会开心的 况且我 我还比不上 那些漂亮妹妹 这么可爱 这么有元气 这么有活力 我还这么丧 我两年前 辞别了我的父亲母亲 一个人来到北京 应该不是 想现在这个样子 我现在就感觉 我在 就是在活着而已 就是在混着而已 就是混着活着 就我不知道 就是 签约也不止这两年吗 大家知道 就是我 我感觉 如果是我 以现在这个状态 进行下去 我感觉不到 我和在任何一个 事业单位啊 或者是我自己找工作 一眼看到头的那种 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就是 这个 合约结束之后 我可能面临的问题 比别人那种 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还要恐怖 那我到时候 能去干什么呢 我知道我爸妈 为什么要担心我 很多事情 他们觉得工作 不如稳定地好 是因为我没有给他们 就安全感 让他们觉得 我做什么事情 都很靠谱 都很可以 我没有做到这样 我觉得 真的说是梦想 也为了这个事 付出了挺多的 我每天过得也很累 每天睡得也很晚 但是 想学到东西 长本是尽全力的 这种想法 我觉得 我好像没有做到 就是今天24岁的我 我觉得对不起 22岁的我 然后 我最近收到了 粉丝的消息 说很多人 跟我说喜欢我 说大家在期待着 我成长的同时 也希望大家 是我努力的底气 我真的很谢谢大家 就是 你们能在我每次觉得 真的我是刚看完那个视频 然后收到这个消息 我就觉得 你们能 每次在我难过 或者迷茫 不安的时候 给我鼓励 你们对我真的是 像灯塔一样的存在 虽然很多人 说 真心实感 造报应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粉丝和偶像之间 就是真心实感的 其实我本来的 正见 就是 我的蜡票 就是讲的 不是这个版稿子 但是 在我看完那个视频之后 我就想讲这些 我就想说这些 还有多长时间 我天 这么快 然后 我们快点说吧 关于目标 有人说我是随便喊一喊的 我当然不是随便喊一喊的 因为大家觉得不切实际 所以觉得我是随便喊一喊的 但是正是因为不切实际 所以我才不是随便喊一喊的 来 现在我开始念稿子了 在竞团的时候 很多人都曾想过 大家说的C位出道版 虽然实力有很多差距 但是最初的梦想是成为第一 这个想法 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 小爱有一条朋友圈说 北京是一个说出梦想 不会被嘲笑的地方 梦想这两个字 在娱乐节目中出现的 频率与日俱增 我希望有一天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梦想都不会被嘲笑 别的不说 有一部分粉丝会喜欢我们 大概也是因为 同样作为普通人 不那么完美的我们 也敢于说出梦想 敢于朝着梦想前进 所以才会喜欢我们 正是因为不完美 所以梦想才可贵 自己不敢去做的事 就是你们自己 不敢去做的事 我们 自己不甘心的人生 在我们身上找到寄托 那么肩负着这份期望 我们也有理由 没理由 没有资格 对梦想打退堂鼓 因为被嘲笑 我就不能说了吗 我偏不 shattered 对 你 对 这 knowledge 你 的 优优独播 谢谢大家